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影家 我們的操作是這個 我們是這樣做的 我們非常不注重這個東西 這個是完全不看的 我們是完全不聽消息面的 幾乎是不聽的 那基本面跟籌碼面是輔助用的 輔助啦 其實我最重視就是技術面 所以我不會甩你基本面很好這句話 因為基本面每一檔股票都很好 漲的時候就很好 跌的時候都不好 我講過太陽能漲起來你就說很好 一個月以前沒有漲 沒有人會說它好 所以少跟我講這一套 股票就是炒作的 沒有炒作會上來 沒有錢會上來 沒有成交量會上去 股票沒有成交量會上 這種股票 這種股票 比如說這種股票 今天不是又漲上來嗎 尾盤不是又拉起來嗎 是不是 我就隨便舉個例子 沒有成交量會上來 你跟我講那麼多幹什麼 沒有錢會上去 股票沒有錢會上去 股票沒有錢會上去 要去到 沒有錢要去到 要有錢 一定要有錢過來 那過來以後 漲的時候就有基本面了 為什麼 因為沒有漲 沒有人會跟你講基本面 報紙也不會寫 寫那個無聊 因為沒有漲 寫了也是白寫的 你也不看 但是只要漲起來隨便寫都對 隨便掰都對 因為每一檔股票都有好的 有不好的地方 看你怎麼講 如果說你說第一次月考考5分 第二次月考考50分 叫做成長10倍 你可以說它是成長10倍 這句話已經可以講 成長10倍 對不對 這一天8月12號不是公佈鴻海的 說第二季比第一季成長10倍嗎 是不是 但是記者他不會寫 不會寫說大幅衰退 他會說第二季比第一季成長10倍 可是他沒有跟你講 跟去年比起來大幅衰退 這句話沒有帶上去 不公平 所以要看你怎麼寫這個故事 看你怎麼下筆 你要把它寫得很好就會很好 你要把它寫得很差就會很差 為什麼 漲起來就會很好 跌下去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才講這一句話說 如果股票價格要跌 如果股票價格要跌 那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麵 因為基本面不能吃 你看四星跌下來它基本面有沒有要變 絕對不會變 好得很 這個是最優秀的公司 全台灣最優秀的公司怎麼會不好 你會看到EPS6塊錢 比去年大幅成長對不對 比去年的1月2月 第一季第二季是不是大幅成長 是不是大幅成長 問題是你買在這裡 你有本事要在這邊就知道它會大幅成長 你要在這邊就知道它會大幅成長 而不是大幅成長你先買進 那你就套牢了 套牢以後就等解套 就等這個解套 那能不能解套我不知道 就看你的命 所以為什麼我跟各位講 回到原點 技術變為主 你看技術變不會錯 那你說大盤呢 我們看一下大盤 大盤就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講這個是浪費我的時間 我是覺得說現在 越來越不想講大盤 就是帶過去就好 大盤就是這樣 它嘛就是這樣 這樣 這個跟這個之間整理 放來放去 這樣一下要大一下不大 那暈倒的事情 大盤就是這支的 這支就是大盤 這樣有需要再說不用說了 你了解嗎 你說這個要做什麼呢 我們如果沒有台積電 你怎麼有台積電 你有台積電嗎 沒有嘛 你有做指數期貨嗎 你有做這個東西嗎 你有做這個指數期貨這個東西嗎 你怎麼做這個指數期貨 有做這個嗎 這個指數期貨你怎麼做 沒有啊 不然你關 你現在關 因為 因為理論上來講 我們要講一下大盤 問題是大盤沒得講 不是我不懂是講也沒有用 因為它也上不去也下不來 它就是拉高一直在這邊出貨 一直在這邊出貨 是不是你注意看喔 你看資金我給你看一下 你注意看這一天是不是 這一天是不是電子股的最高點 台積電的最高點 你有注意看啊 有沒有注意看 你怎麼可能你注意得到 你也不是導師啊 我這裡是專業 你也沒有專業 你每天都要做 你每天都要視訊視訊視訊 你剩下的樣子 你為什麼 你只會起縫而已啊 你為什麼 我當然我知道啊 台積電 是不是從這邊開始整理 大盤最高點在這裡 電子股最高點在這裡 結果資金跑到這邊來 當然不是跑到台售啦 售交股裡面 漲的都是做個小的啦 這種小的啦 小的股票啦 這小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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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跑到潮商財業股來 你看 你看 這個潮商財業股你看 是不是 你看喔 注意看喔 有沒有 有沒有 跑到這邊來 有沒有 你股票出費了 你知道嗎 你的股票股票出費了 電子股又下去 電子股啊 老實說電子股又沒力 沒力是他沒力啦 不是你的沒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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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電子股 不是你的沒力 你搞清楚狀況 不是你的沒有跌啦 是這股沒力啦 跟你沒有跌啦 這股沒力啦 這股沒力了啦 這股沒力了 這股沒力了 實際上 我們要買股票 要比較多 不然就不要算 你要說 老實說我只要一天搶這個 合情合理啊 我不是跟你講這個會漲嗎 你搶反彈 當然這個大量區灌下來 你這個守 我連線一直講說 你只要守住400塊 400.05元嘛 因為這邊是大量區嘛 這邊是多空換守嘛 那你只要你這邊搶 這兩三天搶 只要沒有跌破 你停損點設在這裡就好啦 你能夠輸多少錢 就算你這邊買 你能夠輸多少錢 這個抄底反彈 你要有個底耶 你不能這邊亂抄底 什麼拉回找買點 要輸快一點 拉回找買點 要輸快一點 那我不是今天連線講過 市場股票反彈上來以後 這條叫時日金線 這條叫月金線 這個叫蓋頭反壓 但是如果一個跌損反彈 通常 通常會喘一口氣 會到了時日金線 跟月金線之間 那今天到時日金線 能不能到月金線 我不是在 在Telegram今天有講嗎 要看主力的態度 但是拉到這裡來 不好意思 你也不會這套 因為你買在700 不是嗎 老師完蛋我沒買700 要不然你買多少 699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說不對 你不是要在這裡 你要在這裡不好意思 幫你玩弄 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絕對不會解套 加入Telegram 193008 沒有人會讓你解套的 你吃百年 而是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這句最好 我已經講過了 你放百萬年了 基本面很好 在這邊的時候 基本面最好 可是一段時間以後 基本面就不好 你當下你所知道的 基本面很好 是在這個時候 你知道四星基本面很好 或是現在目前 投資本你手上持有 任何一檔股票 你都說基本面很好 是現在很好 跟過去很好 不是未來很好 要搞清楚 我們要的是未來很好 不是說昨天很好 前天很好 去年很好 講到幹嘛 基本面會變的 基本面前台灣最好的公司 就在這裡 基本面很好 你現在在講這兩股票 基本面很好 你會被笑 但是這邊基本面真的很好 基本面會變的 你敢爆了 你敢爆了 我用這兩股票 震盪比較大的股票給你看 你真的敢爆這兩股票嗎 技術面它不是多頭 它是空頭的反彈 空頭的反彈 但是你能不能搶反彈 當然可以 因為你搶反彈也很好賺 如果搶到四百塊 四百一十幾塊 這邊你賺個十幾%也有 可是你搶反彈會不會過高點 保證不會 因為這是技術面 這是技術面 那你說老師 是不是跟基本面 籌碼面也有點關係 有 基本面已經是 技術面領先 它領先它漲了一段時間 就是它因為它基本面很好 所以它領先先漲 當未來基本面還不錯 情風之下 它已經漲完了 它把兩三年的股票價格 都全部漲完了 就好像這個東西一樣 當初不是很會起哄嗎 剛才漏漏漏漏漏漏 白天還會爭堆 它就把未來的基本面 全部漲光 漲在這裡 後面就沒了 這意思是一樣 所以這支股票的幫忙 絕對幫忙 因為你喜歡這60塊 這700塊 怎麼會不會幫忙 你想也知道 拜託 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這邊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自此為定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技術面來操作 因為技術分析最大的好處 最大的用處 在情緒管理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你講那麼多幹什麼 講基本別幹什麼 再講基本別再講 再講我就講洪達電給你 讓你 你套十年了 同學們 十年了 你還要再套十年是不是 所以我放久了以後 總有一天會到一千三 我跟你說 不要變十三就不錯了 一千三 你吃比較少的 你輸不甘願 輸錢以後就要說 要抱著就會解套 十年了 不然配就顧不給你 不很厲害 不是很會爆嗎 爆股票要看你的運 你如果爆到台積電 是會解套 問題是你不是爆台積電 不好意思 你是爆到宏達電 微微都有一個電 抱歉 爆錯電 你就去那邊 技術面為主 空頭就是空頭 多頭就是多頭 所以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夠快 敢買 敢賣 是硬派 只會買半桶水 沒有用 我最看不起那種只會買不賣的人 輸錢以後就暴勞 長期投資 暴勞 長期投資 股票漲起來 不是大家厲害 我已經講過了 真的這個漲起來不是大家厲害 不是多頭老師厲害 真的是川普厲害 真的是川普厲害 我沒有騙你 真的是川普厲害 如果沒有川普他不會這樣講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話 他可以處理股票 你看他現在最近在處理華為 你會認為他是玩假的嗎 今天不是9月15號 你要看華為不是先制令今天開始嗎 那你說大家在期待 川普會不會防口供 是不是 會不會輕輕放下 不要猜啦 不要猜啦 真的不要猜啦 你猜不到他在想什麼 沒有一個人可以猜得到 絕對沒有一個人可以猜得到 川普在想什麼 他不會讓你猜到 所以不要賭啦 對不對 所以我說指數沒有跌嘛 那有跌 老師說沒有跌啊 可是各股對不對 我講這些股票就好了 這不是這三個禮拜前 各位鎖取嗎 我們在禮拜三之前 我們都會給各位 那如果沒有鎖取到 也不用再鎖取了 因為我們只有到禮拜一 鎖取到禮拜一 比如說這些高價股改頭換面 未來較加的區間回補點 回補點就是買點的意思 那你說只有台 看起來好像只有台積電沒有跌 這個處理大半的 如果沒有把台積電撐在這裡 請問一下 我們給各位看這些股票 請問一下怎麼出貨 請問一下怎麼出貨 我的15檔我就拿給你看了 這個反彈以後都逃命了 不要假了 這個只是逃命而已 這個被出貨了 我會說像這個股票就是這樣 你如果反彈起來 你一定要賣掉 它會到時日線跟月線之間 你像這種 這種它已經彈起來對不對 它因為這邊摔得沒有那麼遙遠 沒有這麼遙遠 才100塊而已 所以它隨便彈一下就到月線 所以它的看法就是到季線之間 都是空頭 這個一樣的都結拜 都一樣的 這個是在做頭 這個是在做頭 反覆的出貨 月線往下走 所以為什麼今天到月線以上 又垮下來 一定在這裡 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 你追上去 你就追上去 你就去 你就再套勞了 翔碩也是一樣 是不是 你看 跌這麼多以後 再掙扎到這個時日均線 我都說過了 這個會反彈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 被壓制在這個月經線 這個越來越多 這只要有一個利空 就馬上又破跌了 我沒有特別挑誰的股票在講 我只是講這15檔股票 我沒有挑誰的 如果剛好你有這些股票 你要特別注意 你看這個恒大 這個都一樣 你看看 這個以後會幫忙 我剛才會說過 都一樣 沒有人會一直買鵝鵝鵝槍 你放心 當你買了以後 你就不會再買了 口罩裡面加很多 我知道幾個卡車 你也不用再買口罩了 這個你看 這個月星開始在轉彎了 台北亞科你看 一樣 是不是被月星壓制 它上去以後要壓下來 這都被出貨了 這兩天這兩機 吃壞 吃壞 要壞 這邊有斷層反壓 月線往下走 七多壞 文貌一樣 被壓制在這裡 所以我講的這些股票全部都被出貨 老師這檔股票有沒有出貨 這支不要說 這支是復國神山 不好意思說 這些都被出貨 可不可以搶反彈 你看不能搶反彈 我為什麼一直講事情 當然可以搶反彈 你要看你有本事 你要有本事 你要有本事 你搶反彈你要跑 有時候反彈上去 一兩成為什麼你不搶 這跌很多 跌了四五成 你要讓它一下子 就直接讓它停牌 或者是下市 不可能 它也不可能會 就這樣莫名其妙就下市 人家畢竟是極有股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搶反彈 你可以搶 但是搶反彈以後 會不會再跌 保證會再跌 這個不是有反彈嗎 一定會再跌的 這個會再跌破 我之前有講過 我都下修它的目標價了 老師你為什麼這麼敢講 我上次的 我不敢講 這都聽好以後都要把它處理 高價股等反彈結束 你就不用客氣了 你就把它賣了 要放空就可以放空 但是這個是要技術變操作 你不能說 股票在落 跌到三根跌到三根 你給它空下去 你突破掉了 你追空幹嘛 這邊是補點 你直接給它空下去 你怎麼搞起來 要是你技術不好 你每一段時間 每一段時間 你要不要追空 你要補再空 補再空 是不是 你補再空 補再空 跟做都一樣 做都不是上去賣 跌下來買 上去賣跌下來買 不是都是一樣 拉回找買點 要輸快一點嗎 這邊是多方式 當然是拉回找買點 要賺快一點 拉回找買點 這邊是空頭 空頭市場 你拉回找買點 你要輸你真的會快一點 我沒騙你 你要看技術面 不是只有看基本面 基本面算什麼 誰不會基本面 大家也一樣 補助看來看 手機子 大家也有基本面 基本面 這個就是基本面 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有什麼了不起 你不太厲害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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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十倍 這就是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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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不可以 不太簡單 什麼人不可以 誰不會財務報表 那個叫基本面 沒有用的 技術面才是王道 技術面才可以看到錢 我剛剛給你看 當電子股垮了以後 你看 直接往傳統產業股去跑 不是因為傳統產業股 基本面有多好多好的問題 你會承認說 什麼紡織類股 運輸類股 然後這個塑膠股 零件類股 鋼鐵股 有多好多好 會比電子股好嗎 你不會相信 我也不會相信 但是為什麼要漲他們 資金往那邊跑 錢往那邊炒作 而投資朋友 你手上的刀架股 或是電子股被出貨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股票不是這樣玩嗎 那現在反彈起來 成交量這麼少 對不對 大盤的成交量這麼少 你看大盤的成交量這麼少 那你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到哪裡去 就算大盤會過高點 要怎樣 跟你什麼事 你的股票又不會過高點 你又沒有台積電 你是真的嗎 投資朋友 你有台積電嗎 投資朋友 你有台積電嗎 投資朋友 你有台積電喔 台積電 如果你沒有宏達電算不錯了 還有還有台積電 你有台積電喔 你真的有台積電喔 連電 不錯 恭喜你 再講了 我好像對台語 你沒有台積電還有連電 要講了 你認為我會相信你嗎 我這麼好騙嗎 高價股高的畫面 未來回撤買點 你要注意喔 加入好友 Telegram 153008 我講已經很簡單了 投資股票可能 不是只有一檔 台積電或是連電 你一定是買了100檔 其中可能有一檔台積電 有一檔連電 可是你大部分的股票 都不是台積電跟連電 對不對 我講對了 沒有錯 操作股票就是按照技術分析來操作 這個盤勢就是大盤在整理 個股表現 反彈上去你要記得賣掉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訪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